大家好, 我是myTV GO的足球房率言 富仔王耀庫 在公園有一個伯伯和我玩斜釘的時候 他跟我說歐聯怎樣看 我用眼睛看, 他一巴巴車上來 然後我就分析給他聽 怎樣車上去 熱至曼城,不用說了,曼城,各地奧納 這邊早記,即是提斯朗,誰看啊? 曼聯巴塞,不用說,每個人都支持紅球 入街巴塞,利物浦,波圖,比英超 再看這邊,我看好利物浦 因為等他入決賽,然後贏不了,這樣就好看 這邊也要提斯朗,不是誰看球 不過,決賽,斯朗贏球才有故事說 決賽上半場一開球的時候,利物浦不小心走過 進了球,結果上半場又1比0 誰知道下半場一開球,斯朗不小心被人踩跌 就在12碼之外,1比1 為了斯朗要有故事,在臨團場一定是飛身 整個窩裡弄到2比1,這樣就完場了 歐巴來說,有個小三八婆跟我說,她有提示 她跟我說,袍仔是有機會贏得德國佬的 當她有料到,袍仔 這邊,不是袍仔,這邊變成車仔 這邊變成布拉格,我覺得她挺壞的 車仔會比較好 這邊,阿仙奴對拉波里 其實我自己挺喜歡阿仙奴的衣服 但拉波里比較好 這邊,西格大戰,維拉里爾,華倫西亞 華倫西亞聽我的名字也比較好 加上什麼?整隻蝙蝠、蝙蝠俠一樣 一定會打過一筆 到這邊,錢多,始終都是錢多,沒辦法 這邊,拉波里,意大利球,這輪有絲朗 到這裡,油車仔,不要了,沒有車仔 這個就扔掉了,拉波里拿吧 在聯賽中很強,和早幾多一年 當然是拉波里,很正經地跟大家說 雖然我是很不正經的 但通常這兩隊球,上半場都是很穩定的 所以是零比零 但是呢,下半場來說 拉波里是跟你死來的 不斷哄哄哄哄哄 車仔這一季都不太硬 它都是零 你一個一他,那就下班了 踢球要高,MyTV Go